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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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研究院治疗统计 10 万人予有生产被罹患神经内分泌肿流 苹果创办人贾博斯 罹患疑战神经内分泌肿流而过世 让大家才开始注意到疾病 治疗方式可以用手术 药物及放射性治疗 目前有更新的治疗方式 叫做太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 简称PRRT 高一至2021年 引進之機 並取得卓越的治疗效果 所以非常高興今天可以和各位媒體朋友分享 首先要先介紹今天的首長 首先介紹高雄學科大學 副社中合基因院醫院吳文正副院長 謝謝我們的鼓掌訓練 接著要介紹高一核子醫學部的 方靖全主任 謝謝我們和全市的主任議員 再來是衛長內科的 吳怡甄主任 謝謝 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個案 就是我們的病友吳女士跟我們的宋先生 歡迎我們的吳女士跟宋先生 為了要邀請吳副院長來為我們開場支持 謝謝 好 那個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早 很歡迎大家到今天的記者會 剛已經介紹過我是高一的副院長吳文正 在這裡代表整個醫院 然後歡迎大家 好 我想這個是一個少見 但是又看起來是蠻重要的疾病 因為這個什麼所謂神經內分泌流 它在整個治療上面是一個很大的棘手的問題 其實這個疾病耗發在50歲以上的成年人 那除了當然等下看到的這個小腸 以外像肺部 像那個這個胃部 還有職腸 甚至於我是密尿科醫師 我們的攝護腺癌 一個部分也會有這種問題 那這個問題過去都一直認為是一個 相當困擾的問題 因為疾病進展很快 那這個很高興 在2011年11月25號 那高一引進了這個這樣的一個治療 這個治療叫做PRT 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它是用一種生態的這個受體 去做一個靶項的一個治療 的一個放射線治療 那當然他直接去找到敵人 直接把他殺滅 這個方法效果一定會更好 那到目前為止高一町執行 16人士 我想這部分成果在南台灣是一個領導體委 那當然很感謝我們的衛腸科 衛腸內科的維珍教授 以及那個放射腫瘤腫瘤科 盒子講錯了抱歉 盒子醫學科的那個張俊全 當主任大家的一些努力 讓我們的病患在這邊得到最好的照顧 當然也感謝我們兩位病患 今天可以在這裡現身說話 把他們自己個人的經驗講給大家 那我想雖然是十萬分之三 但是對於這樣一個棘手問題 找到一個警覺方案也是很重要的 那就祝今天大會圓滿順利 讓大家身體健康萬事故意 謝謝 謝謝 好 再一張來 3 2 1 來看一下我們的左邊 2 1 然後再一張來 3 2 1 來看一下左邊 我們要拍個全體大合照 麻煩我們衛內的同仁 要不要一起到醫療團隊 好 我們來 3 2 1 我們比個讚喔 來 來 3 2 1 來 3 2 1 好 再一張中油 它長得慢 可是有惡性 惡性就是會吃到旁邊的器官會轉 然後它從哪裡來呢 其實身體上有神經內分泌細胞的器官 都可以轉變成這種癌細胞 所以英文上簡單稱它叫內層 那這個癌細胞有一點特色 它小小的時候有些就可以分泌荷爾蒙 造成人身體上很多的症狀 可是很多它也不分泌荷爾蒙 它的症狀就像其他的癌症 慢慢長大 慢慢壓迫了別的地方 造成轉移才有症狀 所以臨床上我們必須去區分 有荷爾蒙症狀跟沒有荷爾蒙症狀的 而跟很多惡性疾病一樣 它的成名不是很清楚 那發生在哪裡 剛剛副院長稍微介紹過 最多的是背部大概三層 可是為什麼胃腸科醫師會站在這裡 就是消化道包括胃腸 胰臟 這邊可能就佔了其他的六層 食道各個地方都會有 副甲雙線 腦下垂蹄 各個地方其實都會有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找圓胸 它已經轉移出來很大 圓胸在哪裡 所以我們要發一點心思去找 那它的內分泌 分泌什麼荷爾蒙 會造成各種各種不同的症狀 潮紅到汗紅疹 胃腸科最常見的是潰瘍 嚴重胃食道內流腹瀉 胃腸出現 所以我們一般治療的考量 還是會跟多專科合作 去找出它的位置 腫瘤大小轉移的情況 然後它有沒有荷爾蒙的分泌 它有沒有分級是怎麼樣 來選擇各個治療的可能方法 所以跟各個癌症一樣 它用手術內飾筋切 外殼開刀 整個術區掉的可能 可是我已經轉移開不完 我們有藥物 藥物有荷蒙治療 標靶治療 或是其他更新的療法 今天的主角是放在放射治療的這一塊 除了傳統的電療 我們聽過的已久時 這個是局部控制 PRRT 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剛剛副院長講的 左邊就是放射性治療 放射全科 它從外面去照某個位置 所以再怎麼照 它還是偏向局部的治療 而放射核種治療 它從血管打進去這個藥 藥有什麼特色 它帶了一個能夠偵測 癌細胞上面標的 去把核種帶過去 把它殺掉的這種特性 所以它是一種放射核種治療 打進去以後 它會隨著血流到有成性這種標的 藥的癌細胞去專一的殺它 所以我們說它是一種全身性治療 跟電療其實原理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的最早的證據 早在2016年 我們內科學科或是整個醫學最高分的 新英格蘭雜誌 就已經發表了這個三奇多中心的結果 如果用這個新療法癌瀰治療 每八中一次共打四次以後 相較於只用傳統比較高劑量的荷爾蒙質量 奧區泰 它可以降低82%癌症惡化或死亡的機會 這在醫學上非常的高 降低82%只剩下20幾%還會繼續惡化 而且打四次相當於其他吃 要吃那麼久 還不一定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2016到現在7年了 我們終於在多年以後引進台灣 然後幾乎跟北部沒有差太多 我們南部再高一也同時的開始 所以它已經拿到台灣的食用證 這邊寫了露露燈 就是不能開刀了 開刀你還是去把它開乾淨轉移了 而且要分化良好的神經內分泌流 因為分化不好的 那叫神經內分泌癌 不是這樣的治療 然後它一定要有這個標的 你的核種才打得到它 所以之前必須去檢測 它有沒有這個體液素受體的表現 要去做核子的檢測 有時候我們也會染色 記得它是目前開放在胃腸道 以神經內分泌腫瘤 尤其是它在研究中的試驗證有更廣 可是目前國家正式的開放到這裡 高一目前的經驗 剛剛所說的16人士當中 五位患者來自胰臟或是肝臟 人發還不明 走不太大 我剛剛也說過 還有一些腹腳 腹神經節流 剛剛有提到有些發生的地方很少見 可是其實是同樣的原理 就是它也接受了忍治的治療 從2021年11月到7月 其實我們16人士還沒做完 大部分已經知道它的副作用 帶回宋先生 我們的母女士 可以幫我們先生說法 科醫忍受 當然治療還是不舒服 可是我們都會很早的 幫你們發現去控制它 所以安全的下方了 那我簡單介紹 有兩個個案的介紹 大家比較了解這個疾病 就像母女士在2017年 反覆的腹瀉 反覆的腹瀉 反覆的腹瀉在胃腸科 有時候是很常見的疾病 我們知道找了很久以後 各種的檢查 才能夠確定在那個 胰臟的小小的內分泌腫瀉 它一開始又轉移到肝 所以當初它的治療 是手術切除了胰臟肝臟 跟腹筋需要的器官 繼續因為這個腹瀉 其實是一個荷爾蒙症狀 它腫瀉小小的 沒有造成壓迫 它是分泌的荷爾蒙造成的腹瀉 還有胃痛 這些胃痠過多 所以它有接受荷爾蒙治療 可是標靶治療之後 癌質素還是變高 癌細胞還是會變大 而且標靶治療 剛說我女士跟我講 她的症狀相當的不舒服 所以她在2020年6月轉來高1 我先暫停了一些潰瘍藥 去再測癌質素 算比在之前醫院測的有低一點 可是我們CGA這個癌質素 正常值約在100 它以高達200 我去檢測的確它的胃密素是高的 胃密素就是這一個 它的荷膜 所以它其實有很可能是一個 胃密素腫瀉 可是採品兩週的潰瘍藥 我去追蹤胃健的時候 胃潰瘍12指腸 居然就這麼復發這麼厲害了 所以表示這個荷膜 一直刺激我們身體 去分泌胃酸造成很多很多的症狀 其實它腫瘤本身不是那麼的大 然後我們已經約定了一段時間以後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過後 我們也開始能夠再高一執行這個治療了 所以全個症狀 這個必須條件就是我們要確認 它除了表面染色抗體存在 我們還要經過攝影的方式去確認 它身體癌細胞都有分佈這個標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做的是 Galem 68 的攝影 很可惜這個目前都還是在北部才有 所以兩位應該都有在我們安排介紹之下 到台大去做這個Galem 68 的攝影 大家可以看到黑色的點 今天其實就是攝影看得到了癌細胞所在 黑色的其實很多 整個肚子滿多的 這邊都有編略 右邊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正直攝影 各個醫院大醫院常常都有正直攝影 其實沒有掃描到這麼多 所以真正對這個神經內分泌流分化良好的 適合的檢查是Galem 68 目前是北部才有 這個為什麼在做這麼昂貴的新治療之前 必須跑這一趟 就是我們一定要證明它是這個 體液素受體陽性 比較值得做這個治療 然後它在我們跨坐治療之前 在追蹤胃鏡的時候 其實居然在胃裡面看到一個小小的小節節 欸 大家被我吹得那麼這樣 就這麼一小小顆切片 把它放大靠近一點 切片它就是神經內分泌流 所以用這張內視鏡照片 更加想說我們的敵人 也許就是這麼小而已 它就會造成這麼多的困擾 所以有時候另外介紹就是 胃腸科內視鏡診斷治療 在這一方面的進展也是蠻多的 然後我們也是接受了四次PRT 從2021 11 月到去年的 9 月 四次都結束了 做完之後我們會有一個簡單的掃描 張主任幫我們這邊分析放在這裡 看到一開始的濃度是不是很高 第一次做完後的隔天掃描一下 它就黏上去了 所以我們看得到它在哪裡 你過了幾次以後 到最後一次有沒有越來越淡 雖然它還在可是淡很多 而且我們那時候的症狀 我記得我們就比較舒服了 胃酸或是荷膜用 也不用用到那麼高 不會拉肚子也比較不會胃痛 胃酸了 那正式的我還是會用這個核磁共振 去看看每一顆總療比 叫它在哪裡 因為影像比較複雜 所以簡單交代說 肝有一顆 然後淋巴底有一顆 在治療前我們沒有好的療效的時候 知道也看著它變大一點點 那治療以後兩次看到這一顆 有沒有就縮小了 肝的這一顆就稍微跟著縮小了 那另外兩次以後其實還有縮小一點點 可是因為我們臨床上定義的真正縮小 要超過30% 他沒有超過 可是也是還在縮小中 所以試試療法 這個癌細胞就被控制住 再來宋先生呢 宋先生也比較辛苦 他其實很早期就有發現腹神經瘤 那是一種比較小限的神經在分泌流 然後他有長一顆就切一顆 我記得您那時候跟我講 也是去北部切 頸部綜合腔 後中隔膀 一直開一直整 沒有很好的藥說實際是困擾 那他第一次來高醫 我們有問他 那時候有沒有想到一些荷蒙症狀 有沒有可能有相關頭痛心肌膚 他就覺得好像膚患約略都有一些 然後他也接受了PIRT 從去年的時候也開始 到目前幾乎三次 你就覺得您肌膚都好好了 連噁心這些都沒有 所以他在治療前也是有去做了一組 給068的攝影 這些亮點是存在的 然後之後的三次之後 流177攝影 大家可以看到他量 有比較變得比較淡 因為這個還沒有做到 正式核四控制 我想宋先生還沒做到 可是至少在我們看 流177的攝影下 活性有在下降了 所以以上簡單的介紹兩個個案 所以結論就是這個神經的分泌流 症狀很多樣 跟所有癌症一樣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最好 可是很多時候你一來 他就有一點跑出去 所以能開刀還是能切還是至少 盡量把它處理掉 那事件在這一塊 已經有琢磨很多 個人的治療 要控制症狀 也要控制腫瘤 所以能手術盡量手術 這個癌別可以盡量把它開完 剩一點點用藥物 不是所有癌症都可以留一點 在體內去開刀的 然後很多還是要進行 藥物荷爾蒙標打治療 可是值得一提的是 PRRT 從2016年發表之後 周年多年後 我們已經進國內 然後已經有一些成功的經驗 大家可以跟我們的兩位 很熱心的病友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在高醫師 在長官跟各個團隊的努力支持下 我們努力走到這一步 最希望是能夠引進所有的新治療 那我們的病友需要的人不用再去往北部 其實有做過一次去北部檢查 就已經有麻煩了 很況去那邊治療 所以以上 謝謝大家來參與 也謝謝我們的團隊 謝謝我們的記者朋友們 謝謝我們的吳女士 來為我們分享一下您的就意見 因為聽說很像原本有打算要去新加坡 因為吳醫師就要求我來跟大家分享 吳醫師我也不知道 我要怎麼把我這幾年來的經歷跟大家分享 那我是希望說 是不是由各位媒體 你們如果想問我什麼 你們都提出來 我跟你們一意的對答好不好 不然我這樣講一下 可能樂樂的 大家也不會想要知道我治療過程 那種無助 無奈 那種過程 我剛吳醫師講說 其實我本來很不想再把我這個歷程 又重新把那個唱巴又接起來 讓我很覺得很困擾很無助的那種心情 再重新再接起來這樣子 那所以我是希望說 各位媒體 你們如果要問我什麼 你們就問我 那我回答你們 這樣可以不可以 好 不好意思 我請教你 因為你就是得到這個神經內分泌流 你當初是什麼發現 除了拉肚子之外 有什麼其他的症狀 那你發現不對了 我去買胃腸藥先吃或怎麼樣 有沒有這個過程 有 有 當初我在106年的時候 當初就是 在年中的時候 我就是緩緩緩緩緩的 腹瀉 嘔吐 甚至到後來就是 我當有一點黑水 就是出血了這樣子 在那個當中 我也有發現我的甲狀腺這邊 就是有一個囊腫 囊腫我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軟中和那個軟男女醫師 剛好是朋友 所以他就很熱心的把我 就是由他們每個月就是 在我那個甲狀腺的囊腫 就是抽出那個議題 那差不多多 多 那個是在發現 那個胃腫這裡有不舒服 前是那個甲狀腺這邊 有那種囊腫的水印 你外表都可以看到 好像那個 我們 我們 不要說 大胺 但是沒有 腫道說很利 就是你那個喉鹼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水 那常常抽出來的水 是一個大桶的 正桶的水 所以我也發現 慢慢不對勁 為什麼身體會有那種水 從那邊跑出來 那後來就是 106年中的時候 就開始在看胃腸這些 腹瀉、嘔吐這些的情形 後來那個醫生 剛好是我外生魚的同學 就說 阿金問你 是不是要去那個大醫院檢查一下 所以我也就是去軟中和那邊 我到軟中和那邊 當然戴了12天 一直都找不出原因 各種很不舒服的 都檢查過了 後來就是最後一樣就是 用內視鏡 本來內視鏡是要用打一點麻藥的 我那一次是完全沒有打麻藥 本來說大概半個鐘頭至40分鐘的過程 我沒有打麻藥 結果做了一個鐘頭 就一條管子從我的嘴巴一直到下面 小臉 那時候就在一個病理室 有六個醫師就幫我在裡面檢查那些 後來才確定是 我那個神經內分明有事 從胃腸 胃腸是出發點 後來胃腸其實就轉到肝臟 反而胃腸沒有那麼明顯了 結果是肝臟的問題 後來我就在軟中和那邊的團隊 他們也組了一個團隊 就幫我這個病理做一個很詳細的 大家的一個補助這樣子 那在半年 那從長到那個原因以後 那個軟醫師就幫我用一種叫做 Sand-dink Sand-dink 就抑住我這一顆 這些腫瘤部分的不舒服 等於是後助這樣子 後來他們的團隊 就台北高雄這樣子的check-up 那就決定還是說 我還是要開個刀 開個刀 那因為我 我這個可能已經轉移到別的部分 他們認為我用那個 穿動的打胃心那種 可能就沒有那麼容易把這些腫瘤清乾淨 所以我還是用傳統的那個刀 就開了一個大概超過十個多鐘頭的打刀 這樣子 那我就是一張也切一半 切一半了 肝臟也切一半 那個膽跟脾臟都切掉了 所以現在是缺了好多器官的人 不過我今天能夠站在這裡 我真的要非常感謝 那個吳醫師團隊 就是在PRRT這個藥陣 已經許可了以後 我很幸運的 我做了第一位的老老鼠 就他們幫我 就是用這個生態這個醫療來治療 就試試以後 我是你們看到的我現在是這個樣子 可能我在醫療是由醫生幫我處理 但是我就跟吳醫師講說 我把我病痛的身體交給你 可是情緒的部分交給我 我把情緒什麼 我自己去把它處理得好 我覺得情緒處理得好 比藥物更甚 所以如果在座朋友 你們也是如果有我這個病況的話 我就是給你們最大的祝福 就是病痛交給醫師 情緒的管理交給我們自己 那其他的那個就是 病況的那個過程 就是如果要知道的 就是不是等一下 西部我再跟你們說明 就不用贅述那麼多 因為那總是一個蠻長的一個解釋這樣子 因為一樣我讓你們提溫就好了 因為一樣很長啊 過程很長 因為我從小時候就開始 就有開過這種武道 所以還是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們提溫好我回答你們 比較快 所以當初你會 就是會長一些包包之類的 就是說在屏幕上面 你就會去切除嗎 等於說是神經細胞瘤嗎 類似這樣子 沒有我沒有直接切除 不是蛤 直接發現就切除了 那這樣的話 後續還會再長嗎 因為我在18歲 我記得我在18歲就開了第一次 然後在20歲開第二次 然後好像在7、8年前開第三次 然後在2021年到2022年 8個月中間又開了4次 所以我總共開了7次 那你有什麼感覺嗎 你當初為什麼會 沒有就是 一開始的感覺比較明顯 因為我一開始是在活龍 然後我去台大開的 因為摸得到 然後左邊開完換右邊 然後到7、8年前又摸到了 開了第三次 然後因為我老婆叫我健康檢查 然後就去檢查 然後就照到了 這邊中額腔 後腹腔 眼光 還有真上線 四個地方 就是一一又找出來 而且它蠻大的 5到7公分 所以我還是決定把它拿掉 因為它對我有一點 感覺有點壓迫 因為感覺有點太大了 所以你是用觸摸了才感覺 一開始是觸摸 後面是因為健康檢查 造出來的 因為我們有那個自備的 跌倒斷層 然後才去造出來某個地方 然後才開始就醫 然後就一直一直一直來 對是 對你的正常飲食 你的生活什麼有影響嗎 影響 我沒記不記得 就是因為沒記不記得 應該所以才會可能這樣 我什麼都吃 就沒有影響 對 就連我現在看完高 我也是什麼都吃 所以你現在來高於還是繼續的接受治療 對我已經接受三次 等一下下個月還要第四次 第四次嗎 是的 阿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在吃 從做完到現在 應該像吳醫師講的應該是最正常的一個 所以會有什麼副作用嗎 我比較嚴重 算嚴重的是衛食道逆流 就一個衛食道逆流 其餘的應該都沒有 完全都沒有 就是會覺得比較有一點累 可能是住在醫院住太久了 就是感覺會有一點疲累 不然就衛食道逆流那個感覺 會是最嚴重的啦 我覺得啦 所以你現在除了藥物之外 你有做放射性的治療嗎 這個就是放射性的治療 放射性的治療 這個就是放射性的治療 對 阿也要搭配藥物 沒有 他沒有搭配 他直接做放射性的治療 他就做放射性 是的 是是是 阿後續就是還是要持續追蹤 高於這邊 後續就是做第四次完 我還是要像吳醫師講的 要去台大做一陣子 就是只有台大只有做這個陣子 對 原因比較不明 少數的是跟遺傳有關 我們有一個 有些是有家族性的 所以他們家族我們都要去篩檢 可是那畢竟是內扯這種疾病裡面的更少數 是 那通常是什麼樣子的族群 需要去注意 有可能會有這個情形嗎 大部分我們在那個內扯有一個學會 每年有一個他的 他的這個孫內密流的疾病提醒的節 我們還是要從他的症狀來想 可能不是說他像常見癌別 十萬分之十幾二十幾以上 常見癌別比較會進到我們的腮檢 這種罕見相對罕見癌別 我們主要是提醒病患跟醫師 如果有一些疾病 像剛剛報告的 倒汗腹瀉 會使到你得有潰瘍 或是甚至有心臟肺部的疾病 而你把它當作常規常見疾病 治療不會好 不要忘記有這個疾病 他的荷爾蒙症狀的可能 所以我們反而是從症狀去回推 那或者是健康檢查真的在哪裡 內視鏡檢查 超音波檢查 哪裡有一個不該有的小陰影 雖然他長得慢 不常變化 可是有時候要去偵測它是什麼 這個症狀會是單一的嗎 還是他會比較像可能腹性 多蟲 所以常常臉朝紅不會濕的紅 身上的疹子 合併一個拉肚子 甚至我們會注意到 他搓血腎臟在不好 因為這種疾病是久的 所以他的荷爾蒙有時候會影響到 體內的器官 我們去合併把這些連在一起 來猜測他們有荷爾蒙症狀的可能 想問一下這個是南台灣 我們高一是第一個嗎 還是 全台灣應該是北部 台大跟北榮都有了 我們執行的大概 比他們晚個半年就是第一例 所以南台灣幾乎就是全國 差不多一起開始引進 現在中部也有一些醫院開始有了 這樣這種神經細胞瘤就是 發生率啊 他的佔的比率 在台灣來講目前 我們的發生率還是上升的喔 全世界都上升 可是歐美比較多的發生在小腸 我們國人小腸不常見 胃很常見 胰臟常見 直腸也常見 可是上消化道的神經內分泌內 比較會合併荷爾蒙症狀 直腸雖然常常發現 我們通常切完了就沒事 他比較不會有荷爾蒙症狀 所以他還是會轉移 還是會轉移嗎 他是惡性的 有機會轉移 他還是會轉移到其他的 歐根 對 可是他有分級 grade 123 多少代表他轉移惡性度 所以這是我們臨床要去做的 謝謝 請主任大家給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的治療方式 重點 是 他剛剛是說 如果他在局部 而有荷爾蒙分泌 原則上都要把它處理掉 因為有荷爾蒙即使他在小 你可能還是處理掉比較好 很小的 一公分以內 適合的地方內視鏡切除 比較不適合長大了 可能有零八截侵犯的手術切除 如果已經轉移了 你切不完切不乾淨 有時候會考慮盡量把它拿掉 剩一些些用藥物 荷爾蒙治療 除了控制荷爾蒙症狀 也有控制腫瘤生長的一些效果 可是不夠強 所以如果在荷爾蒙藥物治療之下 腫瘤還可以生長 有標靶藥物 而標靶藥物有健保肌腹 跟其他複雜的 就是要跟你的醫師討論 是不是申請得到 再來 能不能夠取代標靶藥物 就是目前這種PRT 他有直接去針對腫瘤控制 殺掉他 他就不會分泌荷爾蒙 症狀也會變好 腫瘤也不會繼續轉移 所以我就覺得可以讓張主任 再幫你們講一下 這個為什麼他可以 用了他 我們一般就不用 標靶藥物了 可是荷爾蒙 那個我們還會同時用 我女士荷爾蒙還在打 然後PRT做完 可是標靶就停掉了 是 所以像宋先生講 他是一直反覆的 不能說他是預防 對不對 所以治療就是他發生了 你把他殺掉 可是如果有些還是無法完全殺完的 你停治療 他是不是還是有機會長 所以他還是不是一種預防法 對 他是針對轉移啦 所以說轉移是不是能夠根治 小部分人有機會 可是大部分人是控制縮小變小 可是癌症不都是這樣嗎 你能夠控制縮小就很好了 那那個就是 治療所以大概合一科二的角色就是 很榮幸合一科 也能夠牽涉到這個治療裡面 那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 就是一顆棒球 這個藥物就是棒球 那它帶有一個輻射 那特定的這種神經內分泌流的細胞 它會表現一個 就是所謂的太受體 那這個太受體 我們就把它想成是一個捕手的手套 那這個特定的棒球 就會丟到這個特定的手套裡面 那因為棒球上面帶有輻射 所以它會把這個輻射導入 這個腫瘤細胞裡面 那造成細胞的破壞 那其他身體其他地方的細胞不會 或者說比較不會表現 這個特定的捕手手套 所以它就不會傷到正常的細胞 就是整個原理大概是這樣子 那因為它牽涉到輻射 所以需要合一科的同仁協助 那我們合一科就是在負責整個 放射藥物的施打 以及在整個過程中 就是包括病人本身 包括給藥的醫護人員 包括他的家屬 包括整個空間的 整個輻射的防護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它跟一般的我們放射線的那種治療 比較不一樣是以局部的 會針對主要的部分去做 細胞的一個處理對不對 對 就像剛剛同影片有提到 一般的放射線治療是從體外 針對特定的區域 從體外造這個高能量的輻射進去 那我們這個輻射治療 是把這個輻射的藥物打到病人體內去 那它會去追蹤到它的捕手手套裡面去 所以它會針對該去的地方 有點像是標靶的治療它帶有輻射 所以就是全身都會去 那有這個細胞表現的 有這個捕手手套表現的 它反而會更明確地去到那個位置 OK 謝謝主委 那個是完全沒有副作用的 而當你的腫瘤越多越大 它在受到傷害的時候 局部的副作用還是會出現 而這個治療本身最常見的實際是噁心呕吐 因為它在打輻射的時候 我們會同時第一包 1000cc的蛋白質多重蛋白質 就是緩慢注射來減少腎臟的受損 而那個藥物本身會有止吐性 所以我們會給一些止吐藥 那也盡量避免其他的 然後其實我剛剛時間關係 我們有提到它不能做的有些條件 它還是輻射在體內 還是對血球有可能有影響 對肝腎功能我們要小心去監測 所以如果一開始來這些情況不太好的 我們也不會建議病人去接受 所以細節還是要個案擺個案 跟你的醫師討論 所以噁心有吐最常見實 好謝謝 謝謝謝謝 那大概跟我們提供 大概接受幾次的手術 那之前的手術跟您在這一次做的那個PRRT 你覺得它的 你覺得不管是對差異性 腹炎或什麼狀況 你覺得有什麼 對你來講哪一種 哪一種是你覺得可能 一樣是做治療然後是比較好的部分 當然是可以用藥物治療是最好的 因為開刀會痛 七次 會痛 而且 對 我如果把衣服脫起來應該會嚇到 我開 後腹槍 膀胱 這裡就兩個大鱷 再去台大開一個重車槍 好險它是用 那個不是用傳統 不然都要幾條 那個是痛的 這個是比較 就是藥物治療 放射性的 應該會差很多 對 所以你在做這個 就是這兩三次治療 你覺得 在治療過程當中有什麼樣 你覺得輕微不舒服 是你覺得 是比開刀好很多的部分 對 就不痛 對 它就餵食到內療 那副作院會有一點點 有一點小的副作院 其實我也會掉頭髮 但是很奇怪 我只掉了一個禮拜 真的我還要算時間 一個禮拜過後 它又不掉了 很奇怪 副作院其實真的 以我來講是應該算沒有 對 因為你這樣子對抗這個疾病很久了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 跟你一樣有這樣的困擾的病友 幫他們加油打氣一下 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就真的不要放棄 但是 你要提早知道 就是一樣要做個 像我現在40多歲 就是提早發現提早治療 真的是會差很多 如果我沒有做健康檢查 我現在還是 對啊 我也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對啊 謝謝你們 謝謝